它的App,它的App還有一個小小缺點 它的App,Roway的App還是有一個小小缺點 就是我們的亮度數值是沒有看到幾趴幾趴的 所以我們在調整的時候,我們只能大概拉50趴這樣子 所以我不確定我們到底,像是我要拉個75趴 我不知道75趴在哪裡,它不會告訴我現在是幾趴 就是小小的問題,但是還好啦 就是正常使用的就是靠感覺,50趴,100趴這樣子 你要25趴,你就是... Roway的App,我覺得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它沒有辦法看到我現在正在的趴數 就是我可能想要50趴,到底哪裡是50趴呢? 就是只能靠感覺,沒有辦法有一個精確的數值 就是它沒有辦法看到我們目前的趴數 就是我想要射到50趴,到底哪裡是50趴呢? 就是它沒有辦法看到我們目前的趴數 或者滑感的感覺 好像這裡是差不多中間吧? 就這樣,所以沒有辦法精確的去調整我們的光線 但是遙控器,但是它的遙控器就不太一樣 但是它的遙控器就不太一樣,我們這裡 超多功能的,我們可以全亮 一按就全亮,一按就最暗的亮度 一按就50趴,再按一下100趴 有開有關,但是風扇不會停 這就是我覺得致命上,就是風扇不會停 不然有開有關,然後我們亮度細微調整 所以你100趴,50趴,跟最暗亮度都有快捷鍵 我不用在那裡慢慢按著,然後跑到100趴 或者一直按著,然後也不知道哪裡是50趴 有50趴,100趴,跟最暗的暗度開關 哇塞,這真的是超優質的遙控器 而且超級輕巧,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麼樣 沒有啊,卡卡卡卡卡卡 像是我們Aputure的,像我們Aputure的遙控器啊 像我們這個 What? What the fuck? What the fuck? OK 像我們Aputure這邊的遙控器,我們就 像我們Aputure這邊的遙控器,我們就指南說 像我們Aputure這邊的遙控器 像我们apture这边的遥控器我们就只能加减 像我们apture这边的遥控器我们就只能加减 所以你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100% 你就只能一直按着 然后感觉好像没有在变量 那就是100% 那哪里是50%呢? 你不知道 哪里是最暗呢? 你也是一样按着 按到好像没有再继续变暗了 这就是最暗 所以这个就是要一直等 然后不知道在干什么 这个就可以很明确的 100% 50%跟最暗 就是各有缺点啦 但是我们apture这边是可以 但我们apture这边的遥控器是可以分组 还有分channel的 就是你可以123然后12组 像我们apture这边遥控器就比较不一样 它的设定是 像apture这边的x 像apture这边遥控器就是比较不一样 它比较多的功能是分组的功能 就是我们有123然后有各种不同ABCD4种选项可以选 那apture这边的遥控器就是比较注重于多灯零的概念 那我们apture这边遥控器就比较注重于 那我们apture这边遥控器就比较注重我们的多灯控制的部分 我们有不同的组 然后有不同的channel 就是你可以一次控制12盏的不同组合 那我们 那我们apture这边 apture这边遥控器呢就是比较注重 那apture这边遥控器就是比较多 apture这边 apture的遥控器就是比较多组合跟群组啦 就是我们可以控制12组 然后无限的灯 所以你就可以 说这边的灯加强 那边的灯减弱 这一盏rawway 目前我只有一盏 所以我不太确定 应该是没有办法办到啦 就是它没有群组的功能 那apture这边 但apture的亮度调整就是变成一个盲 但这一个apture遥控器 你亮度调整真的就是不知道 到底什么时候100% 你想要调到100% 你觉得是一直按着加 然后看到它 好像没有变量 那就是100% 所以它没有一个快速 赶快100% 赶快50% 赶快0% 我是还蛮喜欢这个功能啦 赶快100%真的是 快很多